男人用肉包子吸引寡妇家的狗 引开后冲进了寡妇的房间 而三十岁的寡妇也早在期待 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 他们一起做起了快乐的事 狗在外面听着里面的呼喊 以为女主人被欺负了赶忙跑出去 找女人的公公回家帮忙 老木仓看到大狗察觉出不对 急忙背起孙子往家里赶 此时家里的儿媳春娥 还依偎在男人的怀里你浓我浓 老木仓推门而入 两人听到屋外的动静赶忙整理衣服 春娥先强装镇定地出门迎接公公 领她去厨房喝水 这时男人趁机从卧房里钻出来 跳窗而下 落地的声音很大 老木仓意识到了家里有人 可他什么都没说 他坐下后接过儿媳妇递来的水 没有喝一口又放在一边 非常平静地说 公公竟知道了自己偷偷和男人好上了 春娥满脸窘迫 不知如何回应是好 连忙去找自己的闺蜜阿兰谈心 她告诉闺蜜自己和宝剑一见钟情 已经在一起大半年了 两人虽然相处得很甜蜜 可有件事挂在春娥的心上 担忧得她每晚都睡不好 她是个带孩子的寡妇 而宝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 如果这事情传了出去 那么他们俩将会被全村人看不起 成为村里的一个笑话 小兰劝她不如光明正搭在一起 你要是真爱她 你就得嫁给她 她要是真爱你 她就会娶你 你们俩的话 一块到嘴边了 那就能幸福一辈子 春娥听着喜不自胜 她当然也想嫁给温柔体贴的宝剑 但想到家里的公公 又不知如何是好 小兰安慰她说自己和丈夫会帮忙 当晚小兰就把这件事 告诉了当村主任的丈夫 村主任听完立马叫来宝剑 了解到宝剑对春娥是真心的之后 给她出了个主意 让她到春娥家跪下求老木仓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起来 直到她答应为止 宝剑当即同意 转头就准备走 但又一想 如果她爹知道自己要娶一个寡妇 肯定不会同意 村主任让她不用担心 她自有妙计解决 把宝剑劝走后 村主任又马上叫来了宝剑的父亲老王 你们家宝剑 把人家老木仓家的儿媳妇给搞了 啊 春娥家只不定要上门告宝剑了 老王急得咬牙切齿 扬言要打断那混小子的腿 见此主任连忙警告他 要是敢鲁莽行事 他马上就去报警 老王被唬住了 连忙求助村主任给治个招 主任见他已经中计 便说现在只剩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宝剑娶了春娥 这样才能名正言顺 可老王马上就翻脸了 自己儿子要是娶了个寡妇 他这脸可丢到家了 老王气冲冲地回家 没想到自己儿子反而正跪在寡妇门口 求着寡妇公公把女人嫁给他 可公公抽了一晚上烟后 却言辞拒绝了拒绝 你家春娥 谁娶都行 就你不行 因为老王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人又嫌贫爱妇非常的刻薄 他担心春娥嫁过去后会受欺负 他早就把孝顺的春娥当作了自己闺女 作为过来人的他知道 婚姻性不幸福不止在于结婚的两人 还有他们两人背后的家庭 可春娥没想到这层 他给公公送饭时 春娥本想跟公公说提亲的事 但想到昨晚他态度那么强硬 只好把花咽了回去 春娥问公公 为什么一直守着这一片瓜田 见儿媳心事重重 老人只好把自己的心底话说了出来 春娥 我的好闺女 你爹这个人不傻呀 你是总有一天哪 得找个人家 你走了 咱们的军 军能不走吗 老人努力地止住哽咽 说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只有这片瓜田了 看着这些瓜慢慢长大 就是他最后的念想 春娥心酸地湿了眼眶 我这一辈子也不离开你 老牧仓很欣慰看到春娥的孝顺 但家人还要带上自己这么一个老头子 即使他们不嫌弃自己 他也不愿再拖累春娥 春娥急忙说 宝剑也会像亲生父亲一样对他的 公公听到宝剑后愣住了 看来春娥和宝剑确实是真心相爱 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结婚的事情 而宝剑还不知道这件事 想着求婚被拒后便茶不思饭不想 并奄奄地躺在床上成了贪婪你 父亲看到这样的败家儿子 在门外一顿大骂 本以为找个普通人家娶了就娶了 没想到竟找了个寡妇 气不过的老王说起了狠话 我老侯家就是段子绝孙 你也别想娶的小寡妇 可不到三分钟 她就觉得让春娥过门真相了 这时小兰急冲冲跑进了老王家 告诉她老木仓要把宝剑给告上法庭 老王没了办法 为了保住儿子只好答应亲事 而且她担心儿子被抓纳他们家名声就到了 之后放的债还怎么收回来呢 于是两人终于顺利成婚了 他们只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不白酒席只拜天地 春娥站在那看着眼前的老仓墓 心里充满了感恩 她双膝向老人下跪 一旁的宝剑见状也随着跪了下来 大半夜的春娥却悄悄爬起来 一个人偷偷溜了出去 丈夫察觉后赶紧出去追 这才发现春娥回了以前的家 她舍不得公公和儿子 便想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直到做好了早饭 春娥才敢回家 回家后就马不停蹄地准备早餐 给新家的一家子做了丰盛的早餐 但入门第一天 老王就给了春娥一个下马威 让她上午把家里的树木都修剪了 下午又去掏下水道 一会儿我弄 哪让老爷们干老娘们活的 你收拾收拾 宝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她不愿做这种违法犯计的事 可她从小就不敢跟父亲还嘴 老王安排的事情再不乐意她也得去做 夜晚宝剑回到家 一边洗脚 一边跟春娥抱怨老王放贷的事情 春娥也是知道这是犯法的 但公公的事情她也不好说太多 只能默默把丈夫的苦楚记在心里 两人虽然在老侯的压迫下日子不好过 但感情却是一天比一天深厚 春娥说晚上想去公公家帮忙 宝剑也说自己一起去干活 我得结婚以前对你什么样 结婚以后还得什么样 春娥笑开了花 她想自己真是嫁对了人 一天她正在瓜田帮忙处地 被老王撞见了 她急得跳脚 骂宝剑没出息 还说春娥是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宝剑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而老牧仓也劝春娥 让她收拾好东西就回去 自己毕竟不是她的亲爹 可春娥始终放不下子和老牧仓 执意要给两人做完饭才肯回去 隔日小兰知道春娥两头跑的事 便劝说春娥想办法把儿子接过来 孩子财岁 长期待在瓜田身子肯定受不了 春娥听着心疼极了 她何尝不想接儿子过来一起住 可是她刚嫁过去又不受公婆待见 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有什么办法呢 她只能不停地抹眼泪 等她刚回到傅家 又被老王一顿大骂 以后你再跟着他 往老东西那儿跑 我打断你的腿 春娥听着心里委屈流下了泪水 但天天渐渐冷了 她还是放心不下公公和儿子 抱着星座的被子回到了老牧仓家 看着一脸沧桑的老牧仓 跟一身泥土的儿子 春娥气不成声 怀疑改家是个错误的决定 好好把一个家给拆散了 而宝剑也受不了老王的压迫了 他不愿意再跟老王出去收账 要自己到县城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再把春娥带走过二人世界 这让老王更气不打一处来 带在儿子就要去找春娥 却在半路遇到了村主任 警告他别再弄高利贷那歪门邪道的 老王表面答应 心里却在想肯定是春娥在捣鬼 到村主任那背后告状了 看他回去了怎么收拾这个儿媳妇 可刚回到家 他先和宝剑吵了起来 宝剑劝他别做高利贷了 老王反手给了儿子一巴掌 大骂他和春娥都是扫把心 宝剑一气下冲出门去 早就该告了 我还告诉你 就是我穿着他高的命 他转身去找到春娥 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今天由他去给老牧仓送饭 老牧仓问怎么没见着春娥 爹 我跟您实说了吧 春娥自打进了我家的门 就跟个同样习似的 没睡过一个胡云觉 我让他在这边睡会儿 老李不禁看了口气 他心疼春娥 但也感慨春娥没有看错人 他们虽然家庭不和睦 可这不是两个年轻人的错 而老王明知被警告后 还屡叫不改地放待 终于被警察找上门来 收缴了他大量家当 还把他带进了局里 等他和警察喝完茶回来 下决心痛改前非 看到家里如此勤快的儿媳春娥 他感到有愧于他 主动让春娥把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 春娥一听到后激动坏了 做了几个好菜来到瓜田里 看着其乐融融的爷孙俩 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老牧仓看出了端倪 不用春娥说就猜出发生了什么 他叫来孙子紧紧搂住 告诉他吃饱了饭 就可以跟妈妈走了 颤抖着双手给自己倒了杯白酒 随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春娥崩溃大哭 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慈爱的老人 老牧仓还掏出全部家当地给了儿媳 虽然儿子没了 但他早就把春娥当成了亲闺女 而且还有孙子小君是他最后牵挂 小君五岁了还不会说话 他传的每分钱都是给孩子的医药费 只要他们娘俩过得好 半边身子入土的他已经无欲无求了 从此之后 他便守着这片瓜田 一个人孤苦伶仃 几天后 春娥带着丈夫和儿子回来看望父亲 可到了才发现老李已经病倒了 老牧仓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跟春娥说 这一片西瓜快熟了 倒是把西瓜卖了 带着小君到城里看病去 说完老牧仓就走了 之后老牧仓葬在了他最爱的瓜田里 春娥和宝剑常常来祭拜他 小君一把跪在了爷爷的坟前 磕下头的那一刻 台上的西瓜裂开了 瓜嚷鲜红 瓜子如沫 就像老牧仓一片赤城的心